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联合国妇女平行会议 就是第68届的这个会议 那么所以用了这张图 这张图拍得真好 也拍得好不容易 因为常常都有人在这张主题看板前 照相或者走来走去这些 这是有办法是站在那里像蹲点一样的 好不容易就看到这个稍微 他还稍微请人家帮忙 稍微让一下 他终于就拍到整个 他是很大的看板 主题看板 所以很多人在那里照相 那总是也谈一谈 有关这次的会议 目前的情况 那最主要还是要跟大家推荐 我们国际佛光会 不管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决成法师 从印度来的妙如法师 还有包含从印度亲爱 这个Dr. Gitta 这个老师来 那包含我从加拿大 沃泰华 就大家都为了这场会议 就代表世界总会 齐聚在纽约 那每天就是讨论 我们这一场要讲的 怎么样 大家负责讲不同的层面 所以有中文的一场 有英文的 英文当然就是在联合国 那中文的呢 我就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做一个邀请 其实今天星期三 就是今天的晚上七点半 大概一个半小时吧 就在纽约道场 就佛光山纽约道场 三楼的讲堂 就有一场 这是特别为我们 这个纽约还有纽约西 只要来得了的 这个我们的护法信徒也好 关心这个议题的 有缘的朋友们也好 都非常的欢迎 就是说您可以来到 纽约道场 然后聆听这一场 整个在联合国要发表的 一场这种报告性质的 一个专案的分享 那么语坛人 除了Dr. Gitta 他是印度人 他不会讲中文 有翻译之外 其他我们几位法师呢 包含主持人 这是多伦多协会的会长 那他是Mabel 那Mabel会长 他其实也是我们国际佛光会 世界总会在联合国 这种国际事务发展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所以由他担任 所以由他担任这个主持人 那为我们几个这个语坛人做一个连串 好 那所以呢 今天晚上七点半 在这个纽约佛光山是以中文来发表 然后到明天 明天就正式是在联合国的 就是其中一个场地 他就在联合国的这个 就是他那个大楼 昨天我是不是拍了一张吗 这个大楼的斜对面 就是这个 这个第一大道 第一大道 就是他这个斜对面 这个叫做Church Center 的这个 这个大楼的十楼 那有我们一场的 这个主要的会议厅 在那里发表 时间呢 就是明天星期四 下午四点半 所以到发表完 应该就 就是接近六点吧 大概是这样 大家可以预算一下时间 所以主要谈的 因为我们每一年 这这几年来 我们提出的国际佛光会 在不同国家 为这些 不管是妇女 或者是比较 这个妇幼啊等等 这些 因为是以 这个妇女平行会 主要谈的 还是有关 这个妇女的关怀 那我们在世界各国 所进行的 我们提出来的这一些 专案 来报告呢 来申请一个场地 让我们去发表呢 都通过的 从最早是南非 南非天龙队 其实是让他们 因为他们的那种运动啊 尤其他们的那种鼓 音乐 那种韵律感非常好 所以师傅就为他们 办这个天龙队 就类似像那种 专门的体育方面 的这种 技术学校一样的 就有专门的技术 然后他们也可以学中文 学一技之长 种种这些 南非天龙队 像在 我们在菲律宾 办这个 以前是光明学院 现在光明大学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菲律宾 大部分是天主教徒 但现在也 回家徒也很多了 那总是呢 我们去带入了教育 去翻转他们的生命 改变他们的人生 帮他们提升 但是并没有要求改变信仰 这一点呢 导师这些学生 非常的感念 他们甚至于 问大师说 我跟你非亲非故 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 你这样帮助我 师傅就讲 就是说 他怎么回馈 报答师傅 师傅说 我不用你报答 我希望你以后 有能力的时候 你去帮助别人 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了 像很多很感人的画面 跟对话 那这是光明大学 那像在巴西 如来之指 这是很有名的 一个教育专案 那当时去 就是推动 如来之指的 这个教育专案的 绝尘法师 那后来又调牌 回马来西亚 也就是现在 以今年来说 我们在提出来的 就是叫 在印度青睐 他有一些贫民窟 其实有一些 还更糟的 就是被称为 叫建民村 就是我都没有办法想象 要把人家形容 叫不可处 就是你跟他 就是好像不同世界的 这种 这有些话 我连形容想都不敢想 总之是那样子 被被鄙视的 这样的 这个建民村 但现在绝尘法师去 就是他们从本来 我听得很感动 就是说 他们本来是 你问他 你将来要做什么 将来 我们怎么会有将来 我们没有未来的 永远的努力 永远是被人家 鄙视的 这样 怎么会有未来呢 但是经过 绝尘法师 绝门法师 妙如法师 Dr. Gitta 他带着 二十几位老师 已经帮他们 一个一个去辅导 已经设立了 十个希望之村 然后呢 从以前他们 也不洗澡的 听讲就是 这是张希希的 这些种种 但现在呢 受到教育了 他们知道 老师要来 一定要洗干净 一定要怎么样 整整齐齐的 这样我才可以去学校 他们好珍惜 好感恩 所以 现在 绝尘法师说 问他们 你们将来长大的 要做什么 哇 他们抢着回答 我要当 有的要当什么 我要当老师 我要当医生 我要当警察 还有一个讲 他当总统 就他可以 他可以有梦想 你不知道 他未来会怎么样 当他有了 教育的机会 那他自然就会 翻转他的生命了 那其实 在 昨天的 记者 说明会的时候 有位记者朋友 就问说 印度 难道 国家 没有给予他们 受教育的机会吗 那 妙如法师就回答 他说是有的 就是他从小学一年级到十二年级 就是免学费 这是由政府支出的免学费 但是学杂费 比如买书包 买制服 这些 你要自己去负责 这些拼命哭的孩子 哪有钱买制服 这些文具 种种教材 他就 有的就付不起 那有的是 家里头离学校 有段距离 他也没有脚踏车 他根本没有钱 去买车票 去上学 这一些 都成了一个障碍 但最大的障碍 让他们不能去 接受 这个国家的 义务教育呢 是父母的观念 就说 您不用去读了 你留在家里头 帮我做事 你长大一点 就赶快去赚钱 他们赚了钱 这是苦力嘛 那是 一天他讲说是 多少 几块钱就是了 那 所以他们的人生 永远就是这样子了 就被定型了一样 他们以为 他们就是像 他们的父母辈那样子 只能那样子 但 所以 这些老师们 很有爱心 他们知道 第一 就是当然 国际佛光会 世界总会 总会长 新宝和尚 秘书长 绝培法师 帮我们长老 持荣法师 全力 就是 去协助他们 就是负责他们的学杂费 他可以 搭校车去上学 他可以 有制服 有书包等等 帮他负责 交通 学杂费 所以他们可以 干干净净去上学 但是如果父母 硬是叫他 留在家里 比如种田 搬搬砖头 做什么 这样子 如果这样 他们就 还是一样 所以老师们 要去跟父母沟通 我很高兴 听到一个数据 说 开始的时候 他们调查 一个一个村子 大概平均来说 只有5% 的家长 是同意让孩子 接受这个学杂费 补助 然后去上学的 但是经过 慢慢他们知道 这群来的佛光人 不是坏人 不是要拐他的小孩 就欣然接受 这个帮助 也其实包含 我听到其中一段 讲到说 各位知道 在印度 那个小女孩 10岁 12岁 小小的 就被 要被 要说 嫁出去吗 还是卖出去吗 他其实跟 一头牛 跟一头猪 羊 什么 多少钱 这个就给你 就是他孩子 就出去了 这样 那叫 同婚 儿童 这个 就是 好像 孩子 孩子是一个 小孩 就已经要 嫁出去了 像这样子 这种同婚的 这种 漏习 漏俗 这种 不好的这种 一种风气 就觉得 女孩子没有用了 把她 就这样子 处理了 所以 我们的 希望之春 老师们 也一直在 吉利 在辅导 他们很高兴 有些女孩子 免于 就过早 就被嫁出去 他们还可以去受教育 大家听这样 是不是觉得 希望之春 真的是 借由 就是 让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 然后翻转他们的生命 这些故事 其实讲起来都是可歌可泣 很感人的 当然详细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 在 今天晚上是在纽约道场 是中文场的发表 那明天呢 3月14号下午4点半 在联合国 那个前面就第一大道 第一大道 就是联合国 斜对面 有一座楼 叫Church Center 你进到那个楼 我还记得它墙壁 这是红色的 那到十楼 那个就是我们那一场的 这个主要发表的场地 好 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关心 那最主要我想 国际佛光会 其实在世界各地 进行很多的这些慈善 救济 但是 它是救急 它不是救穷 它救急难 一旦急难过了 再来就是要关心 它的这种身心健全的发展 还有对于它受教育的延续 这个是佛光会 做慈善 是最就近的慈善 就是教育 这些理念都是我们的师父 幸运大师 一直跟我们念之在之 我们一定最就最根本的 给孩子们 有受教育的机会 好 请大家关心教育的工作 好了 赶快 还一点点时间回答一下 很可爱的问题 我都准备好了 说 顾师傅您好 想请问您是用什么牌子的 麦克风录音的 收音很清楚 说我们的观众朋友说 他因为自己想录一点东西 所以就问了一下 我特别把这个呢 这是有望法师上网 帮我们订购的 这个牌叫Rod 本来呢 有望法师跟我讲 撕下来回答你了 说避免广告嫌疑 我说这东西好 我们就帮它推广吧 当然其他好 只是我们就是 刚刚好有这个 我是把它反过来带的 不想这样黑黑的一块 觉得好像倒过来 它有个夹子 我就挂的时候 夹着朝外 但它确实收音很好 所以就没有问题 上电之后 法会后开示 讲课 都用这样子 应该是挺不错的 好 所以您问我 但是我就不负责任说 我不负责保证 你用到的没有问题的 我只能讲 我用的是不错的 好 然后 第二个 这个有关系到 很好 绝尘法师这一次 各位要知道 绝尘法师 真是一个很奇特的人 我都每次讲到他 我都要讲大愿望 哪里有苦难 他就去 另外一位是我的同学 永光法师 这些都是大菩萨 那 这个 我 这一次能够 就是他来到纽约 已经离我们 东岸 在我们东岸了 所以赶快就请法 所以就 3月16号 在多伦多佛光山 这星期六 下午 2点到3点半 他一场 佛学讲座 万里深中 我还跟他问 我说 你会把你 这个沿途 这些见吻 你做的这些 都会跟大家分享 他说会的 会的 就是要讲这个 那 然后到 3月17 星期天 在沃泰华佛光山 一样 讲一样的内容 所以你不用赶场 追来追去 不用 他说 他说讲一样的 就是一样是万里深中 人间佛教的这个篇章 那时间 星期天 一样是下午2点到3点半 好了 我们的观众朋友说 因为星期六 刚好 这个亲人结婚 这喜事 恭喜 但你就不能够回多伦多道场了 就听不到 那你问 说那3月17 沃泰华道场的讲座 有直播吗 你说你很想听 好 因为你的请法 确实我们有安排 有直播 之后呢 我们也会把它录下来 这个 就是再把它挂到 YouTube的网站上去 像这些都是 真的是菩萨 行走在人间的菩萨 我觉得 应该广为邀请大家 不管 你能够来现场 现场我们的位置 经过上次我们普查 功德主受证的聚会 光是有桌子椅子 已经可以坐100人 所以我就说 桌子拿掉 坐到150人 挤一挤还是可以的了 所以欢迎大家 回来现场聆听 然后你还可以 请购 绝尘法师的著作 然后 请他签名一下 做个纪念 也是很好 好 这个是有关 这个讲座 其实还有 在纽约道场 我都有提醒大家 还有一场 这个摄影展 蔡荣峰老师 跟着 绝尘法师 到了 印度的青睐 他去看到 也许老师 也是菩萨心肠 他看得都很美 当然他看得很真 那加上他的那种 他的那种专业 那种捕捉 真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台湾搭高铁的时候 那次回国 搭高铁 看到有一张照片 突然我眼泪就流下来 我仔细看着摄影 哎呀 蔡老师 那个 那个 抓到那个瞬间 就是真的很touching 就突然间很触动 这样 老师跟着去 之前 巴西 瑞兹志 老师也拍摄 这次在印度千奈 我想老师 第一次去看的 跟我们 平常 我们的生活 差距确实很大 老师 都在那里 当场 泪撒印度 好 那总是 老师 很好的作品 那么 现在还在 纽约道场展 要展到 好像24号 好 详细的还是看 纽约道场的网站 好 之后 老师的作品 会去到多伦多 去到沃台华 再跟大家 公告这个时间 好 这就 回答您 最后一个问题 说 如果要抄写经文 如果经文有上中下卷 那抄写的时候 在哪里可以停住呢 还是一次 一定要把一卷 写完才行呢 我觉得 超经当然是要专注 要 这个 也是要 怎么讲 有一个段落比较好 但是 那个 刹文如果很长的话 这个 也会有些困难吧 所以我想是这样 你就是 你 你如果觉得 你可以整卷超完 那当然是比较好了 一个段落 但如果你觉得 不行 我的时间都只能 一页 一页这样超 总好过不超 还是可以的 那就是说你超完 你一样 公公进进 合掌 回向 那下次再来的时候 在接续的时候 你再一样先合掌 这个心中默念佛号 然后再开始超写 还是可以的 其实学佛 当然包含念佛 超经 打坐 所有 这些 其实 是很自由 很自在的 佛教 就叫人不执着 也不会去限定你这一些 你衡量 你最方便的时间 那个就是最好的 就是您自己衡量 什么时候可以停 比如手酸了 可不可以停 当然可以 像这些 然后提供给您参考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请继续关注 我们这两天 还会在谈联合国的 CSW 68届的一些话题 跟大家分享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